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韩正会见萨尔瓦多新思想党高级干部考察团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山东省有关负责人介绍相关情况 今年一季度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分别增长 28.2%和31.8% 美国批准1.38亿美元涉污军售 俄罗斯方面要求联合国安理会讨论西方向污公伍问题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京会见马英九一行 习近平表示 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的历史记载着历代先民迁居台湾繁衍生息 记载着两岸同胞共遇外务 光复台湾 中华民族一路走来 书写了海峡两岸不可分割的历史 镌刻着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史实 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 没有什么心结不能化解 没有什么问题不能商量 没有什么势力能把我们分开 海峡的距离 阻隔不断两岸同胞的骨肉亲情 制度的不同 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客观事实 外部的干涉 阻挡不了家国团圆的历史大事 两岸同胞一路走来 始终一脉相成 心手相连 守望相助 习近平表示 青年是国家的希望 民族的未来 两岸青年好 两岸未来才会好 两岸青年要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 骨气 底气 续写中华民族历史新辉煌 习近平强调 两岸同胞有共同的血脉 共同的文化 共同的历史 更重要的是 我们对民族有共同的责任 对未来有共同的期盼 我们要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 来把握两岸关系大局 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扶植 坚定住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最后说 4月3号 花莲县海域发生7.3级地震 造成人员伤亡 财产损失 我对遇难同胞表示哀悼 对灾区民众表示慰问 马英九表示 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 共同政治基础 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 都是炎黄子孙 应深化交流合作 共同传承中华文化 提升两岸同胞福祉 携手前行 致力振兴中华 与会台湾青年代表做了发言 王沪宁 蔡奇等参加会见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给猎鹰突击队全体队员回信 勉励大家努力锻造世界一流反恐特战禁旅 时刻准备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 广大官兵认真学习领会回信精神 深切体悟习主席对部队建设的高度重视 对基层官兵的深情厚爱 表示一定忠诚屡职尽责 埋头苦干失干 为强军打赢做出更大贡献 猎鹰突击队是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 2014年习主席为猎鹰突击队命名 并亲自出席授旗仪式 10年来 队员们牢记统帅嘱托 坚定举旗助魂 苦练特战本领 出色完成反恐维稳 连演连训 重大活动安保等一系列任务 习主席的亲切悔信是崇高的政治荣誉 更是我们奉进一流的不洁动力 全体队员感到无上光荣 无比振奋 10年来 我们始终沿着习主席指引的方向 瞄准特战发展前沿 极限实战裂兵 不得以全面建设水平持续要升 我们将不负统帅期望重托 严格修炼 严格要求 严格管理 努力缓造政治和军事 都特别过硬的反恐拳头部队 读着习主席的回信 回想起统帅亲自命名授旗 和去年春节视频慰问的场景 历历在目 倍感温暖 我和战友们浑身充满着干劲 我们一定把关怀阻托 牢记心肩 聚焦反恐维稳职能任务 练强新型作战技能 陪述过硬战斗作风 以实际行动回报统帅信任期望 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习主席回信勉励特战官兵 对特战部队建设提出期许目标 我们雪豹突击队一定深入领会 回信精神 牢记监负的特殊使命 砥砺敢打必胜血性胆气 始终保持高度戒备状态 扎实做好执勤处图 反恐维稳等各项工作 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贡献自己的力量 领航强军厚爱官兵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主席多次给部队官兵回信 表达关怀慰问 肯定工作成绩 提出殷切期望 为全军驻忠诚 谋打赢 担使命注入强大动力 从习主席回信中 深切领会到统帅 对特战人才培养的厚望嘱托 作为特战教员 我们将牢记力得数人出心 全力扛起未占育人使命 坚持特财特教 精兵精训 不断优化教学内容 创新教法训法 培养造就更多高素质 专业化特战人才 为锻造世界一流特战力量 提供人才支撑 在亚定湾护王一线 感受到徐主席 对特战官兵的关心勉励 性情十分激动 我们一定把统帅的指示要求 落实到护王任务中 持续加强重蓝点科目训练 在原来大洋 练强实战本领 模拟战斗意志 高标准完成 建领防卫 随传护卫 武力营救 等各项任务 我们将认真贯彻习主席 加强实战化 针对性训练的重要指示 广泛开展群众性 练兵比武活动 全面推开训练新模式 突出新型作战力量建设 加强军事斗争 一线练兵 切实加快 新制战斗力供给 国务院总理李强 10号在京会见 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 希米娜 李强表示 中密建交35年来 两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 合作成果丰硕 昨天 习近平主席 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 共同剥划了 两国关系发展新蓝图 中方院同密方一道 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为战略引领 发扬传统友好 深化政治互信 在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框架下 扎实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农渔业 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 深化教育培训 文化旅游等人文交流 更好实现合作共赢 希米娜表示 中国的发展 既造福自身 也汇集世界 密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坚定支持中方 维护自身核心利益 愿同中方 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 加强各领域合作 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吴正龙参加会见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 日前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生态保护补偿条例 自2024年6月1日起施行 条例共6章33条 一是明确生态保护补偿的内涵 二是明确工作原则 健全工作机制 三是规范财政纵向补偿 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 对开展重要生态环境要素保护 以及在生态功能重要区域 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 四是完善地区间横向补偿 鼓励指导推动生态受益地区与生态保护地区 通过协商等方式建立地区间横向补偿机制 五是鼓励推进市场机制补偿 鼓励社会力量以及地方政府 按照市场规则 通过购买生态产品和服务等方式 开展生态保护补偿 六是强化保障和监督管理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10日在北京会见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西米纳 赵乐际表示 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了重要会晤 为两国关系发展破坏了蓝图 中方愿同密方一道 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不断充实中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密联邦国会加强友好交往 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 中密同为全球南方国家 中方愿同包括密在内的太平洋岛国 以成相知 以礼相待 以心相交 共建更加紧密的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 西米纳表示 密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 愿同中方深化立法机构交往 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 为两国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 注入新动力 洛桑江村参加会见 4月10号上午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 推进各领域各层级友好交流 增强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合作 推动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制升级 中国共产党愿同巴西劳工党 以两党建立关系40周年为契机 进一步深化党籍关系 李希还介绍了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 以及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工作情况 霍夫曼表示 今年是两党两国关系的重要一年 巴西劳工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共同努力 加强党的建设和治国理政交流 巩固两国政治互信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和多领域合作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国家副主席韩正 10号在北京会见由 萨尔瓦多新思想党领导人 当选副总统乌略亚率领的 萨尔瓦多新思想党高级干部考察团 韩正表示 中萨建交五年多来 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 2019年 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布克尔总统 达成重要共识 中方愿同萨方 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 巩固互信 深化共建一带一路等合作 增进人们交流 加强国际和地区事务沟通协调 中国共产党愿同萨尔瓦多新思想党 构建新型政党关系 推动两国关系行稳致远 乌六亚感谢中方在两国建交以来 为萨提供的支持和帮助 表示当前 萨中合作和交流进展顺利 两国人民的友谊不断深化 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新思想党愿学习借鉴中国共产党 治国理政经验 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 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山东省有关负责人介绍了相关情况 2023年 山东省经济实现量质其升 地区生产总值达到9.2万亿元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超过51% 经营主体达到1474万家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超200家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000家 高铁营业里程达到2810公里 今年山东将实施新制生产力 培育三年行动计划 在集成电路 工业母机等领域 实施100项重大科技创新项目 抢抓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已旧换新重大期遇 加快构建6个传统产业 9个优势产业 9个新兴产业 7个未来产业 组成的现代化工业体系 我们将更加注重创新营丽 大力培育和发展新制生产力 更加注重生态优先 坚定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之路 更加注重营商环境 让各类经营主体在山东竞相发展 更加注重为民造福 努力让山东人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今年 山东海家深化奇鲁粮仓建设 确保粮食年产量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 蔬菜 水果 肉蛋奶 水产品产量 居全国前列 同时 加快建设世界级港口群 力争山东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 突破20亿吨 此外 今年还将新增城镇就业110万人以上 新增城乡工艺性岗位10万个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 今年一季度 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660.6万辆和672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6.4%和10.6% 我国新能源汽车延续快速增长势头 一季度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211.5万辆和209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28.2%和31.8% 市场占有率达到31.1% 在出口方面 新能源汽车出口30.7万辆 同比增长23.8% 今年一季度 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有率稳定在30%以上 整车的出口依然保持较高的水平 为拉动行业增长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 日前推出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实施方案 要加快淘汰落后低效设备 超期服役老旧设备 重点推动工业母机行业更新服役 超过10年的机床等在内的相关设备 鼓励企业更新一批高技术 高效率 高可靠性的先进设备 其中 重点推动航空行业全面开展大飞机 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即航空发动机总装集成能力 供应链配套能力 此外 在石化化工 医药 传播 电子等重点行业 更新一批先进设备提升工程化和产业化能力 预计到2027年 我国工业领域设备投资规模 较2023年增长25%以上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 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超过90% 75% 工业大省大市和重点园区归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 关于开展增值电信业务扩大对外开放试点工作的通告 我国将在北京 上海 海南 深圳率先开展试点 取消互联网数据中心 互联网接入服务 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等业务的外资股比限制 对在试点地区开展前述业务的外商投资电信企业 我国将遵循内外资一致原则进行管理 增值电信业务只利用公共网络基础设施 提供附加的电信与信息服务 如互联网数据中心 电子商务以及信息服务等 截至2024年3月底 共有1926家外资企业获准在华经营电信业务 随着我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方案出台 眼下各粮食主产区正因地质疑分类失策 全力以赴提升粮食产能 目前全国春波已过一成 今年安徽省春波面积稳定在560万亩 围绕建设千亿斤江淮粮仓的目标 安徽将实施粮田粮种粮机等六大工程 计划总投资超6400亿元 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 提升耕地质量是关键 今年江苏在全国率先开展高标准农田检查评估 和上途入库工作 全面摸清高标准农田数量质量 进行信息采集分析 还要对农田的工程设施 管护信息运行状态 生产经营状况和粮食产能等信息 进行采集评估和上途 为持续提升粮食产能奠定坚实基础 山东省今年强化区域布局 系统化打造六个高产示范片区 推广区域适应性更强的主导品种和集成技术 地处沿黄河流域黄三角高产示范片区的环台县 今年大面积种植强金小麦新品种 这几天当地正按照最新的水肥方案开展春冠 在黄河三角洲片区 依托盐黄资源禀赋打造30万亩示范区 富士带动整个片区单产提升2.5%以上 吉林省今年实施黑土粮仓科技会战 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上 加大了赔肥地利的资金投入 占比由原来的5%提高到20% 在公主岭 当地通过推广增施堆欧肥等黑土地保护技术 实现绿色春耕 托杂有机肥以后提高了土壤表层的有机质 在耕层快速地实现了我们土壤的赔肥 既可以增产又减少了化肥的食用 接下来我国将聚焦720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线 指导地方加快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 种业振兴 农业防灾减灾等支撑性重大工程 带动重点粮食品种和产能提升任务有效落实 今天随着雪龙号极地考察破冰船停靠山东青岛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队 圆满完成考察任务 全部返回国内 此次考察首次由雪龙 雪龙二与天惠轮三船保障实施 考察队于2023年11月1号从国内出发 历史五个多月 总航程8.1万余海里 完成了南极秦岭站主体建筑的建设 开展了生态系统和近岸海洋 土壤 地质 大气等环境的综合调查监测 取得一批重要科研成果 国内自主研发的近红外望远镜 雪豹二 基地特种载具 无人智能载具等多种自主创新技术仪器装备 在南极现场开展应用和测试 提高了认识基地 保护基地 利用基地的基础水平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 今天18时起 全国铁路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 北京至广州 临沪至昆明等线路上的部分货运列车 提速至时速120公里运行 全国铁路增开乘继快运班列31列 大宗货物列车37列 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了解到 我国将持续深化信用信息共享应用 构建全国一体化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网络 将企业主要人员信息 各类资质信息 进出口信息等17类37项信用信息纳入共享范围 提升中小微企业的融资便利水平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 近日联合印发 以标准提升牵引设备更新和消费品已旧换新行动方案 围绕设备更新 消费品已旧换新和回收循环利用三个方面 加快制修订标准 到2025年完成重点国家标准制修订294项 重点领域消费品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 达到96%以上 记者从全国工商联了解到 全国工商联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将在全国上百个城市的千余所高校 联动开展民企进校园 线上云招聘等系列活动 组织引导10万家以上民营企业参与 预计将提供100万个以上就业岗位 记者从南方电网公司获悉 今年一季度 广东 广西 云南 贵州 海南 五省区新能源新增装机1254万千瓦 同比增长72% 截至目前 五省区内新能源装机达1.45亿千瓦 占总装机比例达32% 首次超过煤电 成为第一大电源 今天 国内首艘已投运的最大甲醇燃料加注船 海港制远轮 为靠泊在上海洋山港的国际航行集装箱船舶 成功加注504吨绿色甲醇 并实现了甲醇燃料加注和集装箱装卸同时进行 这是国内首次为国际航行集装箱船舶 进行绿色甲醇加注 记者从今天在杭州举行的第八届中美欧三方消费品安全部长集会议上了解到 中国海关总署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欧盟司法与消费者总司三方围绕数字互联共享安全主题 重点讨论贸易数字化背景下 深化消费品安全合作和信息共享等内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联合团队借助文物CT无损扫描 3D模拼拼接等技术 日前成功复原了红山文化早期龙行蚌室 复原的龙行蚌室距今约6300年前 丰富了我国早期龙的形象 此外 研究证实该龙出土地点具有明显的祭祀行为 应是我国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祭造遗存 今天夜间开始 我国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水过程 其中 安徽 湖北 湖南以及江西等地雨势强劲 局地小时雨量可达40毫米以上 贵州 湖南等地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提醒公众密切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远离气象灾害风险较高地区 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 俄军在阿富杰耶夫卡 赫尔松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 摧毁乌军美制 英制 榴弹炮 无人机库 电子战平台等 俄军还击落乌方一枚海王星反舰导弹 上百架无人机等 乌克兰方面称 乌军在巴赫木特地区击退了俄军进攻 另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 奥德萨是关键物流和运输设施 今天凌晨遭到俄军导弹袭击 报道还称 南部尼古拉耶夫州一处能源设施 今天遭俄军攻击型无人机袭击 尼古拉耶夫市今天大规模停电 另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 美国国务院已批准出售1.38亿美元军事装备 用于维护和升级乌克兰导弹防空系统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第一副代表玻利杨斯基9号表示 俄方已要求安理会在12号就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问题召开会议 以色列国防军今天称 乌克兰继续在加沙地带中部推进军事行动 摧毁了数十个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目标 打死多名哈马斯武装人员 哈马斯方面今天发表声明称 其成员与其他把武装派别人员 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西南方向 合作打击了乌克兰集结地 据多个中东国家媒体今天报道 加沙地带停火谈判斡旋方提出新停火协议方案 包括三个阶段 涉及释放被扣押人员 人道主义援助 以及让流离失所者返回加沙地带北部等 根据埃及官员8号透露的消息 谈判各方将于两日内返回开罗继续谈判 9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抗议活动 反对日本政府扩张军力 他们还表示 日本政府不认真反省历史 反而试图加强与美国在军事方面的合作 这是华向战争的错误道路 极其危险 把应该用于医疗民生的资源 投入到战争军事上 我认为这是绝不能容忍的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对很多亚洲国家发动了侵略战争 如果对历史有反省 就能感觉到岸田政府推进日美同盟 是在重蹈战争覆辙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中国第27批赴钢果金维和部队全体官兵 9号被授予联合国和平勋章 联合国钢果金稳定特派团团长 兼联合国秘书长钢果金问题特别代表凯塔 在授争仪式上表示 中国一批批维和官兵在任务中充分展现 严明纪律和专业精神 守护当地和平与发展 也为连钢稳定团分阶段缩边撤离进程 做出重要贡献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9号在加拉加斯会见了到访的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 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关系 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2022年以来 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关系回暖 两国恢复外交关系 并重新开放边境 恢复航班往来 韩国第二十二届国会议员选举 今天举行 各政党候选人 角逐国会300个议席 韩国国会议员选举 每四年举行一次 韩国媒体称 此次选举结果 关乎韩国国会今后四年的权力格局 并影响下届总统选举 冰岛西南部 雷克亚内斯半岛 格林大威克镇附近的火山持续喷发 8号在火山喷发区域 还可以观测到日时 目前火山熔岩 未对周边基础设施造成破坏 冰岛地处大西洋 终极火山活跃带 火山多地质活动频繁 目前冰岛全境100多座火山中 有30多座处于活跃期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视频 请下载央视频 观众朋友 再见 再见 感谢观众朋友